我只是為整吧 你... 對啊 你是怎樣啊 好時尚喔 今天每個人看到我都是用那種 對啊 可怕 不知道對焦對哪裡的感覺 你現在在看我嗎 然後就開始這邊傻笑這樣子 然後我就覺得 眉毛是我胸口永遠的痛 就是一定要有眉毛我才敢出門 像我今天本來 要來那個錄影的時候 我都會坐捷運 然後我想說 不行 我沒辦法坐捷運 因為我想說 我又戴帽子又熱 怕我把帽子一掀 要擦它就會嚇到人家 所以我就想說 然後我就今天戴著那個 很低的帽子 然後坐計程車 然後今天外面風又很大 我又很怕風一掀起來 所以我有那個反側動作 只要風有感覺要快的時候 我就不怕壓下去 然後就走進來 然後剛剛在廁所也遇到凱文老師 我就說 老師好 然後我就趕快快速跟他經過這樣子 所以妳是上白色 沒有啊 女色滿有眉毛的時候 對 然後為了說那個眉毛 我至少自己沒有眉毛這件事情 然後我就去買那個 妳不是避掉的喔 不是 妳是本來就真的小 對 然後就是 剛剛莉莉亞問我是不是打包咧 因為它還是淡淡的油喔 我就為了這個要去 因為我想要讓它長毛啊 我就去買那個睫毛生長液 然後她說 就是擦這裡嘛 可是我就乾脆我連這邊也塗就對了 對 我就不管我連這邊也塗 睫毛生長液 問題是妳是會變長耶 不管 我就是要它要毛就有毛 毛長出來是這樣 對 我現在連長都沒有耶 就是永遠 很快喔 就是這樣子 那它怎麼辦 如果要去做也好 或者是像我之前是去織眉 對 什麼叫織眉啊 織眉就是等一下會有大師來幫我們做解釋 是喔 可是妳都要先確定好妳的眉型 對 那就要請教那個小凱老師 因為妳專業的嘛 對 對 以這種像250妹妹 500的妹妹 對 500的妹妹的亞美獎來講的話 她應該要畫什麼眉型 因為妳去紋眉或繡眉 它是永久的 對啊 所以妳下去的那個 確定的形狀就很重要 只是說我先用細一點 然後布好再慢慢補厚... 那妳乾脆 這邊是彎的 這樣以後就可以了 我也不出啦 要請小凱來幫妳確定 好 好 其實 就是根據那種坊間的文秀坊 或者是畫眉毛的那種修眉單位 他們統計出來 文秀眉呢 最常被指定的眉毛的範本 眉型的範本 是誰 是誰啊 這不會是妳吧 當然不是 我是那個千萬不要像小凱老師 對 哪裡 是她 喔 冰冰 你看像冰冰她的五官 就是很女人 眼睛這樣圓圓大大的 然後配上一個有點 男孩子氣的眉毛 是現在這個五官的漂亮當中的一個標準 所以很多女生都會想要仿照她的眉毛 所以言下之意是 鴨妹講可以變鴨冰冰嗎 冰美 真的 真的喔 首先我們先把她的那個眉峰定出來 找得到嗎 眉峰在哪 眉峰它的位置很廣 從妳的黑眼球外側到眼尾 這一區都是坐落眉峰 可以坐落眉峰的區域 從這邊以外 黑眼球以外到眼尾這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要怎麼抓呢 譬如說妳看從這邊到這邊 那通常我會建議坐落在中間 如果妳是顴骨比較寬 妳要往後面一點點 對 我們先把眉峰的那個位置定出來 尾巴 我先畫眉峰喔 對 我以為是畫前頭了耶 沒有耶 我畫眉峰也是先 先從這裡畫 是喔 對 然後呢我們再沿著尾巴的地方 畫眉峰 那這個眉峰呢 就是要落在 你看喔 轉側面 這個眼睛跟髮際線這邊的 二分之一的位置 就這一段寬度的一半 喔 這長一點點 因為低過一半它會比較偏下垂 下垂 那高過一半它會比較上揚 所以大概是這一個髮際線到 眼睛中間一半的這一個位置 是眉峰的位置是最標準的 好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把眉毛的身體 就是從眉峰到眉頭的地方 接起來 接起來 這樣往前畫 現在流行粗眉嘛 嗯 可是粗眉的話呢 我們就是可以往上把它加寬 因為 YAMI講是屬於窄臉 所以它額頭比較高 那你把眉毛加粗 會把這邊的 額頭的寬度變窄 因為你把眉毛往上加粗 視覺上面 眉毛的高度提高了 然後這邊的皮膚變少了 額頭的就變比較短 相反的 如果額頭已經很短了 就不能往上把眉毛畫粗 了解 老師 那像我額頭很短 可是我眉毛跟眼睛距離又很近 那我怎麼辦 我往上往下都沒有關係 你都嫁人了 算了啦 對 想提出來 你就想好好懷孕吧 你先想眉毛幹嘛 對不對老師 好啦 那算了 對啦 趕快懷孕 你看這樣就有那個 冰冰冰冰冰妹的容索 對 對 然後再來就是說 那眉頭的部分呢 對 眉頭怎麼辦 眉頭部分 這一個寬度 寬一點會比較開朗 靠近一點會比較 屋子 屋子 那現在流行變屋子的感覺 形式的感覺 真的喔 因為大家現在都追求一個什麼 它屋子 靠近之後有一個好處是 鼻樑變高了 對對對 所以現在很多路上女生那個 哇 越靠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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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可以稍微的往前靠 但是你就可以參考的範 這個位置點就是 你的鼻翼這一個凹槽線 對上去 不要太近來 太近來就會太壓迫 對 大概這個鼻翼線 對上去這個地方以後 是你可以最標準的 深邃的地方 這樣它就會有一個 適合它五官臉型的一個 眉毛的架構 你這樣眉毛又換成 他們的架構 真的差好多 真的差好多 不同人耶 形都出來了 很柔和 看柯琳很好 眉骨的地方 以前我們小時候都會畫這樣子 對 對 這樣子的感覺 好 但是呢現在比較流行 比較平 可是平的話 好處是什麼 因為你看 亞美講這邊 拋拋 眼睛很拋 對不對 所以你把這個地方 眉骨的地方 稍微往下降 為什麼要往下降 它就可以把那個 腹腫拋拋的區域 去掉了 有沒有 有耶 就去掉腹腫眼 差那麼一點點 就差這麼多 對 這一個很重要喔 每一股的皮膚要被去掉 你就要用眉筆稍微把這邊加出一點點 好神奇喔 再看一下 有耶 又不一樣 又不一樣喔 就是這個骨頭的地方 對 骨頭 眉骨的地方的皮膚被去掉之後 眼睛就不會那麼凸 然後修飾的效果又更好 那為什麼會有變年輕的感覺 對 有耶 因為在變化過程當中 其實你看眉毛 濃 毛髮旺盛 看起來就是年輕的象徵 對 眉毛淡 稀疏就像老人 他毛髮白了 就有蒼老的感覺 所以有眉毛的存在感 會是年輕的 對 但是心也有關係 難怪嬰兒都看不出年紀 對 那你找到適合自己的眉型 你也確定喜歡了 你就可以去找市面上的一些老師 專業的老師 然後進行文秀或者是織眉的動作 好的 那麼遠 想撞到